九龍灣這個啟業街市 剛剛翻新完畢了 裡面有一個貨櫃造型的小食街 立刻進去看看 不過走進去才知道 外面的貨櫃造型跟裡面不太關係 檔口就不算多了 但當中也有些有特色 買漿要自己打 自己打出來打得比較新鮮 而且可以控制它的滑度 因為打完再過濾 會打六桶左右 浸米就浸四至五個小時 通常晚上可以浸米 主要早上三至四點打米 整條小食街基本上一兩分鐘就已經走完 夜間店由屯門殺出九龍灣 這裡已經是它第三間分店 我剛才買了這個腸粉吃 但其實你在這裡吃 你未必會有個位置 給你坐在桌上吃的 都只是一些燈 但長期其實也有很多人 所以可能就要拿走吃了 我覺得它應該加一些桌子 可以放食物 因為我本身喜歡掃街 然後就來這裡試試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不是 都是我預期之內 它在這裡 它說這裡好像沒什麼東西 但突然開了一條食街 所以就特地來試 因為它平時沒有什麼種類 所以它開了所以就來試 有